环球网军事1月20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19日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坚持保留中导条约,还认为俄美亚国应就原厂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展开谈判。 古特雷斯1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认为,保留中导条约非常重要,还有时间,恳切敦促各方考虑这些问题。 他补充称,关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的问题,他认为,俄罗斯与美国为延长该条约及时举行必要的谈判是非常重要的。 古特雷斯称,不延长该条约,将会产生两个后果,首先实施的限制将会消失,其次监督机制将受到质疑,他最后表示,因此尽可能完善,并保留现有的核台阶体系非常重要。 中导条约前称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987年12月8日,由美国总统玉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埃巴乔夫,在华盛顿先署,条约禁止双方试验,生产和部署射程,500-55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但对海基和空基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并没有做出限制。 俄美两国近年来多次相互指责对方违法条约。 环球网均是12月27日报道,12月27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达记者问,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官方首次公布了国军15式轻型坦克,请介绍该型坦克的有关情况。 吴谦,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军坚持信息主导,体系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发展。 坚持统筹坚固,突出重点,双倍剑射取得重大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发展段落。 关于已提到的15式轻型坦克,据我了解,该型坦克已列装部队,原标题,无锡联保中心,第910医院,机动千里,开展卫勤保障演练人含条件下,比例卫勤实战功,也站手术车,防御洗销车,放射检查车同时展开,批量稍原按照救治要求,竟然有序通过。 前不久,无锡联行保障中心,一,站,数,公里,抵达住,训练,围绕探索卫行保障新模式,展开野外实战化训练。 第1位行实战任功,立即开出前揭晓分队接收商员,对直升机运送商员降落点,进行安全不空。 接到命令后,各救治小组迅速展开行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权力施救,四名商员转为维安,围绕快速反应,融入体系,精准保障的目标。 该医疗队聚焦野战勤务,卫生装备操作,大批量多批次声员流转等科目展开演练,深入长找实战化条件下,卫型保障短板,针对以往伤病人病例设置单一的问题。 他们加强现代战争中多发的复合伤、战场污染伤等战伤综合救治训练,为应对多二化保障任务,将伤病员等极细化,打破原有编程的限制,将人员、装备、细分为多个功能单元,使救治力量调配更加合理,保障更为高效。 他们坚持用实战标准检验护理人员战场救治能力,树立护理工作,向战场聚焦的鲜明导向,注写地气温,低至零下11摄氏度,医疗被开展实验,锤炼医务人员实战化,卫型救治水平,卫在极端条件下,进行精准救治,提供科学遵循,他们还针对严寒条件下,伤源血管不易被发现,大师血性修科伤源血管塌陷的实际,展开骨髓腔内输液新技术试验,该院长王储恒介绍,结合这 在此演练,他们会总梳理出四类二十个具体问题,改进装载器开八件,完善帮二十六个,以致标准化操作流程五套 八套,陈旭杰,环球网综合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六日,原演德国图片报报道称,在十一月末,德国总领默克尔飞机因技术故转破降后,德国国防部长计划,购买至少一架远途空客A330或A350飞机 据报道,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阿冯德莱恩,已于周三提出相关计划,购买飞机的费用计划从国家预算中支出,飞机的价格因款式新极装备的缘故,将达到了一货三印欧然 德国图片报人引德国国防部长的话报道称,德国总理在G20峰会上迟到的事让人很难过,为了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我们将增加机组成人数量,并将考虑购买一架或两架新式远途飞机 11月末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飞机,因计数故障,带前往旧行G20峰会的布宜诺斯阿利斯图中破障在科隆,结果德国总理会务迟到 后来乘坐从马德里起飞的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电器课班,飞底G20峰会 XV8 plus 7,500,21,环球网军事12月29日报道,俄罗斯卫先通讯社,12月28日报道 德国南德日报引引德国联邦经济部对绿党国会议员诺利普尔Omid Norpo的回复报道称 在过去的一年里,德国武器及其他金融品出口下降16亿欧元 据报道,德国武器出口下降已继续三年,截至12月13日出口额为46,2亿欧元 去年同期的出口额为62,4亿美元 2015年,武器出口额出现增长,达到78,6亿欧元 那也是最后一次增长 根据德国经济部的统计,2018年德国武器的最大进口国为阿尔吉利亚 武器采购了为8,02亿欧元 解随其后的是美国武,06亿欧元,澳大利亚,4,32亿欧元 此前,因野门战争和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基斯坦布尔总领馆被害案 德国停止了与沙特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 但2018年,德国对沙特的武器出口仍达到4,16亿欧元 XV8 plus 7,500,21 俄罗斯伊斯坦德尔导弹的两款不同型号 环球网军事12月19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19日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表示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表示 俄罗斯没有制造及射射,射中导条约限制射程的导弹 9M729导弹,伊斯坦德尔导弹最新改进行的射程完全合规 李亚布科夫在接受俄生意人报采访时说 我要负责任的说 俄罗斯没有制造及射,射中导条约限制射程的导弹 9M729导弹完全合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日表示 如果俄罗斯不恢复遵守中导条约 美国将在60天后,暂停旅行条约义务 美国认为 俄罗斯9M729,FFC-8型航导弹的射程 为反中导条约 负责军被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汤普森 12月6日表示 华盛顿呼吁俄罗斯销毁该型号导弹 也不要生产其改造型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 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 指责俄罗斯违反该条约 并称美国需要发展该条约所限制的武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 莫斯科希望美国就此给出更详细的解释 并指出中导条约的破裂 将迫使俄罗斯为保障自身安全采取措施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说 该问题上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中导条约全称美苏销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7年12月8日 由美国总统立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华盛顿先署 条约禁止双方试验 生产和部署射程 500至55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但对海基和空射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并没有做出限制 美俄两国近年来多次相互指责对方违法条约 环球网军事12月26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12月25日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怀疑美国可能不会履行从叙利亚撤金的承诺 至少也会拖延撤金 里亚布科夫指出 根据他的个人经验 美国有时在致病影响深远的严肃决定时 会突然刹车 他说 据我个人看来 这项决定的落实至少会被拖延 至少如此 里亚布科夫指出 并非美国的所有盟友都同意 撤军 该决定引起了很大反响 目前在就此进行讨论 这我们也注意到了 当然 反对者会利用这种局势来踩下刹车 里亚布科夫还强调说 军方就叙利亚问题保持接触非常重要 也非常必要 因此这种对话应持续下去 关闭这些沟通渠道 会是美方的巨大错误 美国白宫12月19日 宣布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但表示战胜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 不意味着国际联军将停止打击该恐怖组织 据路透社当日报道 美国计划在60至100天内 从叙利亚撤军 XVUDAPLOS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1月14日报道称 法国政府与达索飞机这道公司 签署了购买28架这封战斗机的20亿欧人 一欧元约为期 7元人民币合同 并批准研发这款战机的F4标准 该标准将在2024年前得到验证 但一些功能在2022年前就将准备就绪 报道称 这28架飞机将自2023年起交付给法国空军 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斯帕利宣布 2023年将在并购30架F4标准的飞机 于2027年至2030年间交付 F4标准将拥有经过升级的雷达传感器和光源系统 以及得到改进的头盔显示能力 它将拥有新的武器 尤其是欧洲导弹集团的尼卡恩纪空对空导弹 和1000公斤的AAFM空对地模快化武器 将搭载新型斯卡普导弹 并招备泰雷兹公司制造的塔利奥多功能光电吊舱 战风F4战斗机将采用新的联通性解决方案 以提高这种飞机在网络中心站中的有效性 塔利在位于波尔多附近梅里尼亚克的达索工厂说 我们将能接收更多数据 提高我们的数据速率以及通话和接收信息的能力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卫星通信和软件无线电 战风F4战斗机将进一步跨入数据时代 达索飞机制造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特拉皮耶说 F4标准确保阵风战斗机保持在世界一流水平 以便我们的空军作战力量能够按照法国和威慑的要求 以最佳效率执行所有任务 无论是在联心行动还是在完全独立的行动中 他还说这一新标准还将确保阵风战斗机 仍将是出口市场上的一项可靠参考 在F1海军版F2具备空地和空空打击能力F3及F32多功能拓展等标准之后 进入大数据时代 F4标准将使战机提高联网和网络系统作战能力 新华社柬埔寨西哈努克城 1月9日变记者毛袍飞 1月9日 由导弹护卫舰吴湖舰 韩带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 第30批护航编队 已达柬埔寨西哈努克党 开始对柬埔寨进行为七四天的友好访问 这是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近年来第四次访问潜浮寨 当地时间上午10时 悬挂着中间两国国旗地海军 第30批护航编队舰艇 在编队指挥人许海华少将 杜莱华少将的率领下 缓缓驶入柬埔寨西哈努克党 前海军舰艇为中国海军编队舰艇实施半航 身着结白军装的中国海军护航官兵 在舰衔整齐列队 向前来迎接的人群挥手致意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 率领使馆管管人 原检军事专家 兼华理事会 中资机构 华侨华人代表 在爱马头迎接 贤海军营养击毙副司令 罗维斯纳少将 及柬埔寨海军官兵代表 参加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结束后 欢迎人群分批参观编队舰艇 2018年12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在台湾台南科技园区工厂工作的 菲律宾人 杰尔姆·巴贝尔 这奥贝尔 身穿相有料片的的 低胸红色狼装 戴着红色外环和金色假发 前往菲律宾商店 那一晚 巴贝尔参加了一场粗鲁小姐 Miss Blasco 选美比赛 从11名男扮女装的家里中脱颖而出